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期的解决 我们需要永远的隐蔽 很多的地方是最常用的 它们会帮助我们保持 保持标志 所调整的竞争 驾驶和走路 所调整的城市 纽约市政府花了5000万美元 在时报广场等等几个地点 增加了1500个高度到 腰户的金属防护柱 安装在人行道跟广场 主要是因为在去年的5月 在时报广场发生了 汽车撞人的意外事件 而欧洲国家更是多起 重大汽车廉价的恐怖攻击 防护柱的目的 就是要保护城市的安全